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只能来讲一下右手咯 之前讲到了关于右手灵活度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些就是如何训练啊 包括一些右手的在达到这个灵活度方面的窍门 上次我们说过已经说过两个方法 一个是转笔法 另外一个呢就是跳跃运动 那转笔法呢 我们之前肯定大家都在铅笔啊 或者是钢笔等等各种笔上面练习过了 那在公子上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就是说手还是像之前讲过的 要保证是一体的 然后在做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运用到手腕的力量 去让它让公子进行不同方向的这样的摆动 做这个跳跃运动也是一样的 还是注意要到右手是一体 然后再去做你手指灵活度方面这些的练习 再去做这个跳跃运动 那这是两个 那我们今天要讲呢 一个是 先讲啊 我们在卧宫的时候 在卧宫的时候 感觉上呢 其实是大指跟食指 像是一个指环一样的这种感觉 就是像一个圆圈 像一个ring一样这种感觉 那这样你在卧宫的时候呢 它才会更有力量 而不是说像很多人教我们是大指跟食指去用力 即使反而大指跟中指在去触弓 是主要的触弓点的时候 我们的卧宫才是最有力的 那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刚开始要先找到大指跟食指 不是 大指跟中指 讲错了 大指跟中指啊 在卧宫的时候要找到它的平衡点 你要去先练去练及这个 所以在卧宫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先找到这个平衡点 然后呢 这个时候再加上你的小指 这样的话 我们的弓才不会左右的摇摆 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的卧宫才是最有重量的 那做到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 就是让你的大指跟中指可以去弯曲 也就是说我们在卧宫的时候可以做到还是像跳运动一样啊 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动作 这个大家之前都练习过了 那之后呢 要做一个很好玩的练习 就是拿到这个工之后 把它像痒痒挠一样去这样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在运用到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大指跟中指 这样一个不断去弯曲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让它们达到灵活 所以 这个时候要做到的就是让大指跟中指去弯曲 那等到我们这几个方法都练好了 甚至觉得说 哎 用的挺好了之后 我们才会把弓放到弦上去做其他的训练 那在此之前呢 其实还有一个训练方法是可以不需要用到琴的训练方法 就是我们在右手拿弓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这样向上攀爬的一个动作 这样呢 是让我们五根手指的灵活度都得到训练 然后呢 再往下 往下的话相对来讲比较难啊 这个我也是很久没练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往上爬的时候 比往下爬的时候要简单很多 嗯 而且如果你害怕的话呢 在往下爬的时候 从上 就是从我们的弓肩往弓跟爬的时候 也可以用你的左手 刚开始的时候用你的左手拿着弓跟的位置 然后这样慢慢往下爬 但是记住啊 还是尽量用右手的手指去运动 而不是说用你的左手帮助右手往上推 这样的话我们在练习当中可以把每一根手指的小肌肉都练习到 这样的话才会更加的有助于我们的练习右手的灵活度 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咯 0 2 3 Halo 4 20